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朋友好 欢迎收看真头之 我是飞行星中登 今天指数是量缩小幅度的震荡 但是你去看喔 虽然指数是量缩小幅震荡 但是我们的股票今天还是涨停板 像是安晴 今天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 从指数占上年限之后 就是说红盘日的第一天 从红盘日的第一天开始 整个市场的氛围都不一样了 不是说加捐指数它一定要涨多少 涨1000点2000点怎么样 不是 而是说整个氛围它已经回到了 很正常很正规的多头行情 那回到多头行情就像我们讲的 所有的股票都会回到它应该有的价值 那产业加数字真的会很好赚 真的不夸张喔 在本周二像是微墙店 本周二的微墙店涨停板 就都是我们在本周一所讲的 本周二微墙店涨停 昨天茂打涨停 今天轮到安晴涨停 每天都有股票涨停 真的不夸张 而且都是提前公开告诉你 所以其实你去看这个逻辑就是说 指数从年限之下翻到年限之上 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不是说指数一定要涨多少点 而是说整个的市场的氛围跟认同度 只要有空转多 做起来就会非常好转 包含像你看 我们在封关之前 前一个礼拜喔 不是说开红盘日过后才告诉你是 封关前一个礼拜 1月11号公开送这五档 哪一档没有涨 通通都上涨 红宝30%冒达30% 今天加登创高到达了20% 四星20%上尾投空比较少 10到15% 档档都涨 我大概是两年 已经足足两年没有公开送过股票 这一次第一次送 这五档全部都涨上去 最神奇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送股票的 我给大家的同时 其实这些股票它的技术现行 看起来都很弱势 不是说所谓的攻击形态 强势形态 全部要么横盘整理 要么就是一个 比较弱势的形态 那为什么全部都涨上去了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啊 我很清楚知道说 这些股票是 很明显已经低于它应该有的价值 那只要说低于它应该有的价值 早晚都一定会涨上去 所以在这个是个股等下我们再来讲 先看指数 以指数来讲 真的就像我讲的 指数在年限之上 这条蓝色的线是年限 在年限之上 所有的拉回 所有的震荡 都是让你重新进场的机会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把握现在 因为现在是有空 刚刚转多 这是一个很正常 应该说很合理的出身段 那出身段的特色是什么 便宜的好股票特别的多 就是说市场的认同度刚刚从空方转成多方 所以很多股票它目前都还是处于超跌状态 既然是处于超跌状态 我们只要知道说 这间公司的合理价 它的建议售价 买卖股票赚钱 怎么会有任何问题 所以其实 从开红盘日的第一天一直到今天 不到十个交易日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很明显的感受到 所有的股票 都开始在回到它应该有的价值 那你也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从指数上年限 产业加数字 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它的威力跟优势 就是无限的被放大 其实说这个 这个逻辑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这就是一个市场的认同度 只要市场认同度回来 真正有数字的股票 市场一定会买单 那既然说会买单 做起来不就是很好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现在一定要去买股票 一定要把握现在的行情 因为目前就是一个 很正规很典型的出身段 出身段是市场投资人 最不相信行情的时候 但是也是最好赚的时候 真的是最好赚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都会等到所谓的主身段出来 才敢去进场大买 但是等真的到了主身段出来 哪里找这么多便宜的股票 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 刚刚有空翻多 就是最好买 最好赚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记得先加入我的Lite 直接打开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加入 或输入ID 小老鼠 WE178 WE178 在我的Lite里面 赚钱就不用说了嘛 这就是基本的 就是分享的 应该说 我分享的股票 一定都有它的基本面在 就像我们讲的 四钻石它就一定会发光 每一档都有它的基本面在 我能够跟你保证说 推荐的每一档股票 它的数字都是够强的 那我觉得说最重要的是 加入我们的Lite 你对于说 操作股票 或是说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视野 跟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你很少看到 我说 在用筹码面 或者说在用技术面 在跟你解盘 但是我们的股票 就是这么的强 为什么 这就是很典型 法人在选股的逻辑啊 所以记得先加入 好所以在现阶段 指数 反正就只要持续手稳在年限之上 整个氛围 会跟空头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产业加数字会非常的好赚 来你去看喔 5258的红宝 这是我们在封关之前一个礼拜 送给大家的其中一档 好 红宝涨上来之后 涨了30% 这个位置 红宝是第一档 到达30%的股票 很轻松就赚30%好 红宝涨上来之后 我们在本周一 1月6号 本周一我怎么告诉大家的 红宝涨上来了 涨了30% 我们的成本已经拉开了40% 不要再去追 同族群里面 会有更便宜的股票 永远都会有更便宜的股票 所以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我们在本周一的节目 我的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 也记得要先订阅 我在本周一的YouTube频道 里面有特别提到 红宝涨上来了 不要去追 而且记不记得 我们当时一直在强调 红宝涨上来之后 你要去问的不是说 红宝还能不能买 还能不能追 而是说同族群里面 有什么股票更便宜 当时我们就讲两档 一档叫做微墙店 一档叫做安晴 还有另外一档 大家自己去看 你去看喔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最大最大的威力 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什么股票太贵 什么股票太便宜 当红宝涨上来 我们要怎么做 当然就是去找同族群里面 更便宜的股票 3022的微墙店 是不是 我们在本周一 1月6号 就这一根黑K 就这一根黑K 讲完隔一天 马上涨停板 你看喔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最大的威力 这一根中黑K 这一根黑K 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涨吧 但是偏偏 营收开出来 就是大涨 这就是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其实只要说 掌握产业加数字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这一间公司 它的建议售价是多少 那当你掌握了建议售价 买卖股票 真的就是这么的轻松 所以像3022的微墙店 来去看喔 3022的微墙店 今年要赚11到12块 今年要赚11到12块 70出头 70出头价位 还能跌去哪里 不可能 这个要赔钱都很难 往上涨 是不是 1月6号预告 70出头最高到82.9 很轻松就接近了15% 这就是便宜的股票 所以你看喔 假设说 你知道微墙店 因为微墙店是工业店 我相信大家要知道 但是如果说你不知道 微墙店今年要赚11到12块 请问 70元的微墙店 它是便宜还是贵 没有人会知道啊 你说你只知道它的产业 只知道它的基本面 你不知道它今年的未来数字 它现在的股价是便宜还是贵 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说 它就是无从去评价 所以你也不会知道说 它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但是只要说掌握了未来的数字 你就很清楚知道 它现在 现在的股价搭配上未来的EPS 本益比6到7倍 确定它就是便宜的股票 好 所以 3022微墙店涨上来 好 那我们还有再讲 当红宝涨上来 涨上来之后不要追 可以买微墙店 微墙店涨上来之后也不用追 还有3479的安琴 是不是 这些都是我们在1月6号所讲的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te 直接扫描或直接输入ID 加入去看 或是直接加入我的YouTube频道 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你去看 3479的安琴 这也是工业电脑 数位医疗加博弈 产业趋势没有问题 重点是在它的数字 你说为什么我会知道 安琴跟微墙店 它是比红宝还要再更便宜 一切的关键都在于它的数字 3479的安琴 今年预估赚11元以上 今年要赚11元以上 80元的价位 绝对是便宜的啊 现在的股价搭配上 未来的预估获利分一笔 大概是7倍左右而已 这还不够便宜吗 大概是打至少是打7折啦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 所以其实光是三天 光是三个交易日 其实完全可以验证说 这个时间点的市场认同度 非常非常的高 那只要市场认同度高 产业加数字 我们就可以轻松知道说 这间公司的建议售价是多少 掌握的建议售价 赚钱怎么会有难度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逻辑是 我这样说 3479的安琴 其实它的数字很漂亮 这个我们在去年底就有讲过 但是因为说 像这样子的数字 这样子的数字 这确定都是便宜的股票 但是如果说它放到空头行情里面 它不一定会涨 因为市场认同度太低 它不见得会马上涨 可能会震荡的下在涨 但是因为说指数现在站上的年限 整个市场认同度往上提升 这些真正便宜的股票 涨的速度就会很快 市场就一定会去做买单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去买股票 因为只有在加权指数的初升段 这样子便宜的好股票 才会特别的多 你说你等到了指数进入了主升段 可能说涨个2000点进入了主升段 哪里还会有这么便宜的股票 股价罚十元 今年预估获利在手订单要赚11块钱 哪里找得到这种股票 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 要买股票 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只有产业加数字 才能够让你很清楚知道说 这间公司它的建议售价是多少 那当你掌握了建议售价 不论说标题的挑选 进出场景的拿捏 什么价位能够买可以卖 通通都不是问题 赚钱就会非常的轻松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去把握行情 因为真的就是 讲的比较熟透一点啦 就是说遍地是钻石 真的是很多的好股票 全部都躺在地上 因为在去年 认同度不高 所以很多股票都还没有涨上来 所以这个逻辑就像是说 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啦 完全不用去追股票 你去看 红宝涨上来之后 我从来没有叫你去买红宝 而是找同产业同族群里面 更便宜的股票 那更便宜的股票 其实说当时红宝涨上来 威强店跟红宝都是便宜 那就是看谁先动而已 那既然说威强店涨上来之后 我们就不要去追威强店 可以直接去布局安琴 是不是 真的就是高低位阶 便宜的涨完 再去涨更便宜的 就是这样子的逻辑啊 所以目前的盘式真的是 每天都有全新的机会 同族群里面 永远会有更便宜的股票 尤其是说如果以工业电脑来讲 安琴涨上去 也不用特别去追 在同产业里面 还有其他再更便宜的股票 这就是目前盘面上的写道 掌握了产业 掌握了数字 赚钱 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所以我们在这几天一样会针对这类型 最便宜 而且今年数字最强的标的下去做布局 其实从年初到年后 你可以这样一档一档去验证 只要说我推荐给你的任何一档股票 它的数字都是很漂亮的 绝对都是很漂亮 就是说它都是有基本面 有营收面的 而且都是未来 还没有公布的数字 你可以这样慢慢去验证 像是说橘子跟星象 橘子跟星象 我们当时告诉大家的时候 12月的营收 1月的营收 全部都还没有公布 但是你下去看 橘子1月的营收 这么漂亮 星象1月份营收创新高 这就是对未来数字的掌握 所以好好把握现在的行情 因为这样子出生段 整个遍地式钻石的行情 真的错过就没了 你说错过这一次 指数从空头转到多头的这个时间点 错过要再等多久 3到5年内都不一定会有 所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明天收盘之前 我们一样会买进 下周有机会起涨的 全新强势股 直接打钓进来 或直接视讯我的Lite 先进一段广告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所以这个时间真的是 真的是比你想象的好赚啦 尤其是说 从开红盘日的第一天 也可以说指数站上年纪的第一天 整个市场的氛围都不一样 真的都不一样 很多便宜的股票 基优股 该涨的全部都涨上去 这就是出生段啊 你去看喔 这个现象就很有趣 从开红盘日 我们先不算开红盘日 开红盘日 跳空开高 可能最高接近了15400点左右 从开红盘日 一直到近期的高点15600 其实这个距离大概是100到200点而已喔 这个距离不大喔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非常的小 但是你去看 有多少的股票涨幅已经超过了30% 我们就从开红盘日计算到今天 有多少股票涨幅超过30%了 这就是整个市场认同度的不同 指数在年限之下 市场认同度不高 所以就算获利再怎么漂亮 也不一定会有人去买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逻辑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如果说你了解这样子的环境 或了解什么叫做市场认同度 其实你真的会知道说 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好赚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嘛 做一个很白话的比喻 爱马仕的包包 薄金包好不好 爱马仕的薄金包 你放到正在说闹饥荒的国家 没有人会要 它根本就没有价值 大家可能会跟你要一条白吐司 因为说就是大环境 没有赋予它这样子的价值 但是同样的爱马仕包包 可能说放到台湾 它就马上变到百万以上 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同样的东西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市场认同度不一样 所以它的价值不一样 所以像是在2022年 很多人说明明就是好股票 现金流什么财务状 都很好的公司 为什么不会涨 就是市场认同度不够嘛 但是当它放到了多头行情里面 整个氛围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看 加全指数 从开红盘日到今天 这个空间就是一两百点的小区间 已经赚多少了 3479的安行 今天涨停板 微墙店 本周二涨停板 红保30% 几乎每天都有股票在创高 那除了说这几檔 整个工业电脑这一群以外 包含像是 封关前送大家的 红保加登帽打上尾 四星 最多30% 最少也有10到15% 是不是 来我带大家看 像是3680的加登 3680的加登 今天也是在创下了 新高316.5元 我们当时在封关前 前一个礼拜 送给大家是270元左右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怎么看它都不会涨吧 怎么看 它看起来线形都不强 今天创高 这一段涨幅将近是要到 大概17% 将近是20%左右 316.5 其实说 每一档股票 它的产业比不同 那产业比不同 它所适用的本益比 或是说它 评估它建议售价的方式 都不一样 所以不是说 这个东西不是说通用 像是以加登来讲 加登 其实我之前有一次在介绍 就是说 台积电先进制程 是一个趋势产业 趋势产业 就是说台积电 它未来一定会往2nm去发展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是趋势产业 所以它会很需要EUV的光照盒 就是台积电维持它的竞争力 它需要再取得更多的EUV光照盒 那EUV光照盒的主要供应商就是爱斯摩尔 爱斯摩尔它大概占85% 全球占85% 那爱斯摩尔它主要的大客户就是加登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 只要台积电持续往前进 爱斯摩尔的订单绝对不会掉 爱斯摩尔的订单不会掉 就代表说加登它的订单绝对不会掉 只会越来越多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好那也是因为说半导体跟一些先进制程 它的交期比较长 就是说它的交货期可能会拉到半年到一年左右 所以因为说它的交期比较长 所以大概是从半年到一年前 就会确认它未来半年到一年的订单 所以基本上像这样子的股票 它都有条件反映到2024年的ETS 所以为什么我会写到2024 就是因为说它在手订单的交期长 所以它可以去反映 比较未来一点的获利跟它的数字 所以如果说它能够反映到明年的在手订单的话 25块钱不到300元非常的便宜 是不是往上涨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啊 掌握产业加数字 你就会很轻松知道说这间公司 它的合理价是多少 那当你知道了合理价 标的的挑选 禁输长点的拿捏 怎么会有问题 完全不会有问题 像是世新也是 来去看世新 世新也是我们在封关前一周送的嘛 往上拉 昨年涨幅20% 2020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 创意会不会超越世新 我觉得难度很高啦 不太可能 以创意来讲 创意在今年的 目前的数字大概是30到32 但是世新今年是要去挑战40块钱 基本上同样是在IPC制裁里面 你说创意要去超测世新 我觉得短期内难度非常的高 几乎是不太可能 所以以中长线的空间来讲 还是比较看好世新 那你去看 世新在封关之前 完全也是看不出它会长吧 我们在封关前送大家 它的线图长这样 怎么看都不觉得它会长 偏偏在封关后就是大涨了 20%左右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 就算计数线图看起来很丑 看起来不会长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说 它目前就是在一个便宜的价位 所以我知道说我现在买进去 我一定会赚 这就是了解一间公司 建议售价最大的优势 就是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这一档股票这间公司 它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位阶 这就是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只有产业加数字 才能够带你买进真正便宜的股票 那也可以也才能让你说知道 每一间公司它应该有的价格在哪里 我们买卖股票在赚钱 心里就会有一个底 不会说每次买进去 我就是期待说 我就是期待它会涨 我很希望它涨 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知道这间公司 它的未来预估获利 你就会知道它的建议售价 当你知道的建议售价 你买进去的同时 你就会知道 我已经赚钱了 因为你知道它的合理价在哪里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6138的茂达也是啊 30% 封关前送给大家对吧 这个位置 2月8号涨停板 2月9号 今天168 连高点都这么吉利 今天最高到了168元 涨幅租租30% 是不是 赚钱一点都不难 那你去看哦 茂达它这个位置 我们在封关前送给大家 它大概是涨这样 涨这个样子 而且它又是电源管理IC 谁会觉得它会上涨 没有人吧 但是偏偏封关后 不到两周 涨了30%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啊 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这一间公司是贵还是便宜 那如果说它是在一个便宜的价位 买进去之后 怎么会赔钱 是不是 那又 其实说最重要的是 搭配上现在的氛围啦 搭配上现在多头的氛围 这些便宜的股票 补涨的速度就会很快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你一定要买股票 因为在初升段 才会有最多便宜的好股票 你说像这样子的标的 120出头 今年要赚18块 我跟你保证 当指数进入了初升段 你找不到这样子 这么便宜的标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 一定要买股票 那也只有产业加数字 才能够让你很清楚知道说 这一间公司它建议售价是多少 才能够买进真正便宜 数字最强的好股票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一定要来找我 所以明天我们一样 会针对新股票进行布局 直接打电话进来 或直接私讯我的Lite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